台东市一名男子 深夜骑程机车却没有戴安全帽 被巡逻的远警拦下开单 原本单纯的交通违规 却发现这名男子神情紧张 说话吞吞吐吐 而远警进一步盘查之后 在机车的车厢内 起出了毒品和吸食器 嫌犯见状当场是哑口无言 乖乖的就胆 晚上十点多 画面中这名男子 骑车经过台东市人昌长德路口 因为没有戴安全帽被警方拦下 但是单纯的交通违规 怎么会让这名男子看到警察 就变得如此慌张 男子频频地表示 他刚下班急着回家 才会没有戴上安全帽 但是跟远警的对谈中 不仅神情紧张 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 并且针对他违规的行为 一再地向警方道歉 远警进一步盘查后 果然在他车厢内发现了毒品跟吸食器 打开车厢内的盒子 男子见状当场哑口无言 你看你看 这是什么 自己看 你自己沉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这里包包敲到的啊 这是什么 你自己打开 来 给你自己打开 来 我看 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来 吸食器 吸食器 还有一包 是什么 是什么药 自己讲 你自己讲 你自己讲 这包是什么 当要求打开置物箱时 呼集称置物下面只是一些杂物 但一打开置物箱时 赫兰发现放有吸食器 一包安非他命 而这名男子先前因为毒品案件 遭到警方查获并接受乐戒 却人不知悔改 平常又毒不离生 以便自己随时吸毒接应 而这次再度被逮 警方也将全案 以毒品回来防治条例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并且针对毒品的来源 持续向上追查 记者韩其轮 台中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